三种对中国人来说 很普遍的蔬菜竟然具备防癌的作用 它们共同的辣味带来营养 也带来对抗癌细胞的功效 一、在中国几乎人人喜爱的韭菜 韭菜是一个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 除了含有蛋白质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外 更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是它富含维生素、矿物质 中医说韭菜还能一旦见味 韭菜含有挥发性精油及硫化物等特殊成分 散发出一种独特的辛香气味 有助于蔬条干气、增进食欲、增强消化功能 此外,韭菜炒鸡蛋、韭菜烙饼子、韭菜饺子都很好的 二、大蒜的营养价值高 大蒜的保健作用还包括促进新陈代谢 降低胆固醇和甘油酸脂 并有降血压、降血糖的作用 故对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糖尿病等有一定疗效 很多人不愿意吃大蒜,是怕口气熏人 专家推荐的办法是吃蒜后搅茶叶 尤其是花茶和铁观音最见效果 另外,将温热的牛奶在口腔里含一会儿 然后慢慢咽下,也能有效去除异味 三、小葱保健价值 葱是日常厨房里的必备之物 它不仅可做调味之品 而且能防止一病,可谓加输良药 具有解热、驱痰、促进消化吸收、抗菌、抗病毒功效 南方多产小葱,是一种常用调料 又叫香葱,一般都是生食或拌凉菜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